今年的捷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定于美东时间8月22日至24日举行 FED主席鲍尔将与本周五在年会上发表谈话 华尔街押注将在这次年会上确认奖息 个股方面 超维半导体同意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 收购AI伺服器制造商ZT Systems 以与辉达展开竞争 超维周一股价上涨 接下来看到加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明日为8月月结算 加权今日波动较小 收盘在季线附近 而月线持续下弯 并且均线呈线纠结状态 贵买周线准备与季线黄金交叉 与加权相同的是均线呈线线纠结 puts core ratio为114.6 选择权位平仓22400ft增加2082口 最大位平仓为200000ft 而22700口增加4263口 最大位平仓为22600口 变动区间为22400-22700 今日华冠因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锁死跌停之后退出市场 而台新金与新光金 本在周四同时召开董事会 决议是否并购 但中信金突然下午召开董事会 想通过争取新光金并购案 近期将成为金融市场一大热门话题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口袋8月活动开跑啦 新开户就算520元首饰费折底金 当运台美股成交一笔 再送你全家双麒麟 口袋证券提醒您 不听来源不明资讯 不加陌生投资群组 不用保证获利APP 若遇到诈骗 请拨打165防诈咨询专线询问哦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